近来,关于演员龚俊,共有两个好消息。 一个是新剧《我要逆风去》,于12月7日,终于正式官宣阵容,并已开机投入拍摄。 另一个,便是与乔欣所联媚主演的都市职场言情新剧《沉睡花园》,终于正式官宣定档于12月13日,上兴湖南卫视季风剧场首播。 并且,12月9日,龚俊新剧《我要逆风去》,于袁冰岩新剧《倾城一清欢》,也是不约而同在社交平台,同时获得央视电视剧,点名。 据了解,《前者我要逆风去》,是由赵义龙指导,龚俊、钟楚希领衔主演,吴轩怡、高志亭、魏哲明、张晨光、温征荣、刘佩奇、萨日纳等联媚出演的一部当代都市创业励志剧。 该剧改编自为在同名小说,主要讲述了原本聪明强势,任性骄纵的女主江湖、钟楚希世,在父亲挟伏企业遭遇巨大变故后,力挽狂澜,并与投资人徐斯·龚俊世,从不打不相识到最终携手合作,令家族企业再次起死回生的热血商战励志故事。 值得一提的是,从该剧此前所发布的演员卡斯来看,阵容不可谓不好华。 男女主角龚俊,与钟楚希,自不必多说,女二号吴轩怡,其今年初,凭借爆款仙侠大剧《斗罗大陆》真人版,亦是收获极高人气。 此外,张晨光,知名代表作友,电视剧《奋斗》,《那年花开月正元》,《都挺好》等,刘佩奇,知名代表作友,电视剧《大宅门》,《白鹿园》等,《萨日纳》,知名代表作友,电视剧《大染坊》,《闯关东》,《小姨多贺》等,等一众老戏骨的鼎力加盟,更这部剧显得质感卓绝。 目前,该剧正在上海,紧张拍摄之中,预计最快也要等到明年下半年,才能有望正式上线与观众见面。 至于后者,此次同样获得央视,电视剧,点名的《青城一清欢》,则是由福测新指导,钟翰良,袁冰岩领衔主演的一部古装全谋爱情剧。 没错,该剧改编自年花惹笑长篇古言小说《王的女人,谁敢动》,仍旧是古装题材,主要讲述了全清天下的北幕战神九王爷战玉峰,钟翰良氏,与医术出众,灵动睿智的女主奉清欢,袁冰岩氏,之间,出生入死,相爱相杀的曲折爱情故事。